你好,我是宇牧 這是一篇觀察 觀察什麼? 觀察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旁觀者謎 人家說當局者謎,旁觀者輕 人在其中就是一些東西有盲點 一些東西會產生盲點 呃... 但是旁觀者謎,為什麼呢? 觀察是來自看電視的時候看到一個一段對白 覺得很有趣 他是爸爸跟兒子在說話 兒子跟爸爸在說話 但是都是大人,不是小朋友 爸爸在70幾吧? 兒子40幾吧? 不確定,總之都不是小朋友就對了 都是成年人 兒子先說話的 然後爸,我原本對你充滿氣 爸爸說,這樣很好啊 可是你總是讓我期待落空 爸爸說,那叫做人生 這對話是讓我想到什麼呢? 節日,節日 過年,逢年過節那種節日 除了他們節日本身的意義 對我們也有提醒的作用 像是才過中秋節 年過大半天轉涼 也就是人家所謂的中秋之夜 一夜冷一夜 如果中秋天氣會開始變比較涼 自然的暗示我們時間走到哪了 如果我們特別珍惜某個節日 那他的提醒作用又更加強烈 特別珍惜中秋節 那在遇到中秋節就提醒我們又過了一年 就是這意思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除了節日之外 提醒我的是外國的電視劇 這怎麼說呢? 外國電視劇 就是一個季一個季 但是他不是三個月 而是一年 所以像第二季 再看到第三季 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被提醒 啊用過了一年了 如果系裡面有青少年人物 每年的外型上會有成熟變化 完全不需要電腦特效 但是也有人說不一定啊 可能是事先都拍好了嘛 也不一定是老老實實的一年 拍一次一年拍一次 對對是沒錯啦 但是你知道我們就是 每次我們會有一個小小的觀察或是念頭 總是會出現另外一個聲音 打斷我們的思緒啊 這時候會捲起袖子來辯解 就像是說 就算是先拍好啦 但是也是一年播一次嘛 就不會矛盾那個提醒的作用 但是哦 這不是重點 就讓那些聲音去自言自語吧 在2015的時候是 追一套劇進入了第三個年頭 那句話說2015是第三季 2014是第二季 2013年就是我開始看的時候 那如果賣一個關子 因為他還沒有完結 應該還是會有第四季 也就是2016 我怕太多的描述 把結局拆出來那就壞了 有一個影迷朋友的性質嘛 他是 帶著江湖色彩的一套劇 主角們 專門處理名人的 醜事 幫名人們 Celibities 幫那些名人去 收爛攤子 我不是要開始講劇情 那目前 走到第三季 已經變成了家庭成員之間的故事 這樣子轉折很突兀嘛 說不定 老外編劇也有讀過 笑到江湖 任我行 就是說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所以也見怪不怪啊 處理 名人的醜事 其實家裡面有很多事情要處理嘛 OK 主角的爸爸是最吸引我的 他已經 年過七旬 七十多歲了 一輩子呢 是投機取巧 見縫插針 唯利是圖 這次 腦筋轉得很快 但是都沒有一個正經的 那可以想到的壞點子 遠比我對他的形容詞還要多 是 很有一套 他的四個兒子裡面 年紀最小的 也是私生子 這個年紀最小的兒子 他這個涉世未深 而且非常相信他的爸爸 殊不知啊 他自己的身份不只是私生子 是私生子 子 也是一個棋子 我沒有辦法寫下被利用的三個字 因為有時候看電 看影集的時候 我跟那個 他年紀最小的兒子的心理很相似 就是入戲嘛 就是會很相信 爸爸這次說的應該是 應該是善良的應該是對的吧 像白色手帕那種善意謊言 也會覺得爸爸是身不由己什麼的 結果後來就出現了我一開始說的那個對話 爸爸我對你原本充滿期待 這樣很好 可是你總是讓我期待落空 那這次人生呢 就是爸很滑滑頭 那看影集的樂趣 就是會讓我引發一些聯想 我曾經在真實的生活中有說過幾乎一樣的對白 我沒有四十幾歲的小孩 但是我就說過很相似的對白 也許我們都有過這樣的類似的經驗 但不見得是跟父親說 那對著過去說如果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情嘛 是 我不會去做任何無聊的事情 但是我如果做有聊的事情的時候 又怎麼凸顯他的正面意義呢 就是有點 就是有人這麼說 如果我們都不做任何無聊的事情 那我們做有聊的事情的時候 他又有什麼意義 是一個比較哲學的東西 是證明就做吧 也不要管他有聊還是無聊了 假設我對自己的親人說過這樣相似的對白 好比說我就是跟我小孩這樣講 或者是我爸這樣跟我講 並且得到一樣的回答 就是一模一樣的對白 其實我也不需要討厭他 而是感謝他培養我的黑色幽默 人總是需要一些幽默 那我寧願就是一個如果啦 因為會要到跟對方說 我對你充滿期待 可是你總是讓我期待落空 那有點悲傷 所以我寧願 剛才說的只是一個如果 自己或是讀者們就不要遇到這樣的事情 因為這種幽默是代表什麼 這種幽默的代價是以上天的高度 來拉出親人之間的距離 也許我們都是百年生 既然說親走不近 又何必再疏遠啊 有點生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對親人朋友總是有些期待 但是人生總是會有一些意外 可能如意可能不如意 那沒有關係 就好好面對吧 喜歡這篇觀察的讀者 可以到我的網站閱讀 除了這篇之外還有其他的生活觀察 謝謝